莎莎北京秘密治疗 福岗总决赛全力付出 马林教练说她不可或缺 到底怎么回事 今天看一下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周 我又来了 那近日呢 一条消息呢 在乒乓球爱好者中啊 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孙莎这位世界排名第一的国拼女队领军人物 因为伤病退出了即将在法国蒙比利安 和德国法兰克福举行的国际拼联世界巡回赛 那要知道呢 孙莎可是赛场上 那个总能以冷静判断和凌厉攻击 让对手望尘莫及的小魔王 那么这一位被觊觎厚望的运动员 到底遭遇了什么样的情况呢 根据可靠消息啊 孙莎目前正在安心 正安心在北京接受治疗 并未随队返回河北省队 国家队为了她的康复呢 也是特意安排了经验丰富的队医全程跟进 确保每一步治疗都精准到位 其实呢 孙莎的伤病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情 而是常年累月高强度训练和比赛的累积 这位被教练称为批命三娘的姑娘呀 即便伤病残身也从未轻言放弃 就拿今年十个月的压锦赛来说 她硬是凭借着坚韧不拔的意志 被国家队夺冠贡献了不可忽视的力量 那说到这儿呢 你可能也会好奇 孙莎的伤病究竟有多严重呢 根据权威医疗团队的透露呀 为了避免伤性恶化呢 她目前被严格禁止接触乒乓球 只能在队医的指导下进行适量的恢复型训练 同时呢 注重身心的全面修养 那要知道对于一名顶尖的运动员来说 远离赛场的日子无疑是煎熬的 但是呢 孙莎展现出的是乐观和尖锐 让人动容 国家队领导呢 对此也是高度重视的 明确表示孙莎是国拼的头号王牌 她的状态也直接关系到我们在重大赛事上的表现 因此呢 必须全力以赴 确保她的伤病能够得到最好的恢复 言语间呢 透露出了对这一位年轻选手的深切关怀和期待 那么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来了 那孙莎能否在年底的福岗总决赛上 及时付出呢 为国家队再次披上战袍呢 那要知道呀 这一场年终盛宴 不仅是各国乒乓球高手的巅峰对决 更是检验一年来训练成果的重要舞台 去年呢 中国队在自家门口横扫五斤 而今年呢 转战日本 挑战无疑呢 是更加艰巨的 如果缺少了孙莎这一个关键力量 国乒女队的夺冠之路 无疑将增添不少的变数 对此呢 多位资深的专家呀 也给出了谨慎乐观的分析 他们认为孙莎的付出 不仅关乎个人荣誉 更是国家队的重托 然而呢 如果伤情没有完全康复的话 强行付出可能会对她的职业生涯 造成不可预知的风险 因此呢 康复期间的每一步都至关重要 需要精心规划 科学安排 值得称赞的就是呀 在康复过程当中呢 孙莎也展现出了极高的职业素养和自律精神 她不仅拒绝了所有的商业活动 更是全身心的投入到治疗和恢复中 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国家队 需要国毕全力一步的誓言 这份忠诚与担当呢 也让无数球迷都为之动容 也让国家队教练团队深感欣慰 说到这儿呢 咱们不得不提一下 国篇女队的主教练马林 在谈及孙莎的时候呢 她眼中满是信任和期待 孙莎是我们不可或缺的力量 她的存在 让队伍更加的坚不可摧 她相信只要身体状况允许 一定能够以最佳的状态回归 继续在赛场上绽放光彩 那通过孙莎的这一次伤病呢 我们也看到了国家队 常年兼顾训练的艰辛和不易 这些体育健儿们为了国家的荣誉 常常需要付出超乎常人的努力 因此呢 我们也呼吁相关部门啊 能够给予他们更多的是人性化的关怀 不仅在训练和比赛上提供支持 更要在身心健康上给予全方位的保障 好了 今天呢 关于这个事情呢 小周就和大家分享这么多 喜欢的朋友也可以点赞关注 那不知道视频前的朋友呀 您对于孙莎呢 有什么自己的期待和祝福呢 也可以在留言区一起分享一下 也让咱们一起期待 在湖港总决赛上的精彩表现吧 好了 我们下期见 拜拜